大家好好久不见了那今天呢是一个包包开箱的视频因为母亲节快要到了嘛 然后给我妈买了一个包就是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包 然后她今天的刚到所以我想说给我妈带回去之前可以先录一个这样的开箱的视频 但是说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我自己对就是奢侈品包包的理解吧 就是我自己是对包完全不是那么喜欢 就一个东西它没有必要这么贵就它完全不值得这个价钱 就如果说一个东西它的价钱是很合理的 然后并且它能让我变得美美的 比如说像化妆品这种东西的话那我觉得那我会买啊 可是一个包它的价钱太不合理了 所以如果是给我自己的话我绝对不会花这么钱买个这么贵的包 我觉得你花几千美金买个包的钱你可以去旅游 你可以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自己真的过得好不好 要比别人看起来我过得好不好要重要的太多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包 就是觉得给我妈妈花钱我是不心疼的 我也觉得这个钱是值得的 就是只要她喜欢我觉得再贵的东西我都愿意去给她买 我们现在开始就拆这个包裹吧 它首先这箱子上面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他们那个receipt 开是这样子的送了给我一些那个香水的小样 然后这个包包是这样的一个防尘袋 打开之后 就是这个BB家比较经典的罗马包 它这个包有三个size嘛 一个是就是他们叫大中小 但是在官网上会说是mini small和medium 然后这个是那个medium size 看一下 大概是这么个大小 这一款和那个什么叫bilano吧 那两款感觉长得还蛮像的嘛 那个是里面夹层是两个 这里面夹层三个 但为什么我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金扣 我觉得就比较看起来精致一点 那个扣是灰色的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扣还蛮好看 还有就是他们家罗马这个皮 罗马的这个包是 比利家唯一一款包是用牛皮做的 其他的都是羊皮做的 那我自己也不太懂牛皮好羊皮好嘛 然后我也不太知道就是妈妈妈会喜欢什么 我就跟我大姨和小姨建了一个微信群 然后我们在池里面进行了激烈的探讨 然后后来他们就说 其实觉得牛皮的更好一些 因为牛皮的可能稍微会硬一些 羊皮的稍微胶软一些 所以你用的时间长了 它可能形状就不在了 像这种大包牛皮你用的时间越长 它的形状还是会就是跟以前一样的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他就觉得这种牛皮的包好一些 然后我觉得BB包还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他们家的就比较耐用吧 我觉得尤其就是销售是这么说的 他说BB的包就是你用的时间越长 它这个就有那种用过的纹路 其实会越来越好看 不像是其他品牌感觉 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 哎呀不那么好看了 那我们看一下包里面 它这个扣的设计是这样往下 然后它这个就可以弹起来 里面呢像我刚刚说的是这样三层的 像说说它这个包也配了一个尖带 以前这个包因为太大了是没有尖带的 是今年好像是更新过了之后 这个包也给配了尖带 看一下第一层的话就是 就是这样子里面是这种挤皮的 然后第一层里面有一个这种拉链 可以放一些重要的东西的 然后这拉链里面呢 它有给就是他们的编号什么的 然后给了一个镜子应该是 是的一个BB家的镜子 然后看一下中间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这样放手机的一个这样的 然后它上面的扣子是这种吸铁石的 在这边的就是空的 然后它的宽呢还挺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超级能装东西 哦还有当时我还要比较喜欢 这个包的设计的一点是因为 那个另外一款Milano 它的那个手柄就是很正常的那种手柄 但是它这款的手柄也是有这种编织的感觉 就感觉更加精致一点 像它这边的五金 我觉得做的都更加精致一点 所以其实这款比那款贵了两三百 但我觉得还是更想要买这个 但这个包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们说就是自重还挺重的 虽然我觉得就还是能接受吧 没有说很重 但确实可能不算是那种特别特别轻的包 那这个包大概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喜欢他们家的包 因为我觉得还是看起来挺老气的吧 就是比较适合中年的那个年纪的人 就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年轻人的感觉 但我觉得确实送长辈的话 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我当时选择这个牌子也是觉得 我不喜欢那种 我自己也本身不喜欢那种 看就是特别大的logo 然后一定要告诉别人 我背了一个奢侈品的那种 特别高调的那种 就是一看就是奢侈品的 我想买一个那种 就是很低调的 看起来不是奢侈品的一个奢侈品 但我觉得BB他们家 就是整个的给人感觉 就是很低调的那种奢侈品 然后很有品质 就感觉是很有气质的那种感觉 就跟我妈妈的气质比较负责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当时我在做research的时候 就是想在YouTube上多找一找 关于这款包的就是视频啊 介绍啊什么的 但是我发现没有很多人说这个BB的包 所以我也想说 等我买到了 也可以录一个视频给大家 如果大家也正在想这一款包的话 或者是母亲节快到了 想要送妈妈礼物的话 然后希望这支视频 能够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 我觉得静效是世界上唯一不能等的事情 你不能老觉得说 哎呀等我以后有钱了 等我以后有时间了 我给我妈干什么干什么 我以后怎么怎么样 就是没有那么多以后 如果你想对他们好 你就应该当下就去做 而不是说一直等着 是人 Purpl 拥有分优秀 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